前期所讲的都是整个故事的铺垫 那么你看哥 刘勇二哥今天就正式出场了 此时的二哥正跟着一大帮兄弟 在流利的金碧辉煌呢 刘勇二哥搞大聚会 跟这帮兄弟喝酒呢 一个个灌二哥给二哥灌的迷糊 刘勇二哥当天晚上确实也喝多了 这不正在包房唱歌呢吗 刘勇拿麦克风就不撒手 卖罢 你说正唱歌呢 谁呀 高伟 高伟就是二哥 二哥 勇哥这一瞅 咋的了 电话 哥 电话响了 老牧 老牧 把音乐关了 哎 那边立马关音乐 勇哥往这中间一坐 高兄弟 小点声 一个手势 鸦雀无声 哎 老牧现在有事都通过秘书跟我传接 怎么这回直接给我打电话了呢 发生啥事了 啪一接 哎 大哥 刘勇啊 你在哪呢 我在这个刘力这块唱会儿歌 这帮哥们唱两首歌 还有心唱歌呢 你去趟到哪 叶猫 带几个人去 有人给小方打了 简单的教育教育 给小方出个气就好 也不要太过分 说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孩 这小方那个上那边跟几个海城的小姐们去那边玩去了 结果发生点问题 你到那块帮小方出出气 啊 这女人嘛 是吧 心眼都小 但是呢 下手 要有一些这个分寸 啊 你去把这个事办了 好吧 等小方出气了 立马让他回来 啊 好 大哥 好 我马上去办 哎 行行 好嘞 刘勇挂了电话 把老木亲自给他打的电话 勇哥能够办吗 而且刘勇能让张凡他妈去吗 自己在这唱歌 刘勇得他妈亲自去 知道不 刘勇趴着一起身 说走来 你骂他 走 咱去野猫子 带着这帮兄弟 从当时这个金碧辉煌一出来 往外边的车一唱 哎 他们得去了将近二十多人 刘勇当年晚上搞大聚会嘛 人特别全 而且都是说勇哥身边 这帮把恨子兄弟 不是说三线四线的 那都是他们刘勇身边的大地 你看大家伙 开车就往那边去嘛 眼瞅子 说来到这个夜猫子了 夜猫子老板跟勇哥也好 哎 你不论是这个金碧辉煌啊 你是当时的夜猫啊 沈阳当时所有的夜场 什么这个夜猫啊 巴拿那呀 滚石 什么中国跳海王 梦工厂 老多老多了 沈阳这些大夜场 没有一个不认识刘勇的 啊 跟刘勇的关系都贼好 你看这边金碧辉煌流利 那边吴彦峰呢 夜猫老板 燕峰大哥 这个时候在这 十八九台车 这不就到当时的夜猫的门口了吗 在车上一下来 刘勇贼有大哥范 他当时都四十了啊 在车上下来以后 门口的小姑娘啊 酒吧门口还不知道吗 那全是小孩小姑娘 哎那些小混子啥的 这帮人一瞅 哎呦我操 这哪个大哥呀 刘勇从奔驰上下来啊 身后边那些兄弟 开的没有一个岔的 最次的也得他们是凯迪拉克 大家伙这一道跟前 哎勇哥 勇哥一瞅 等会啊 给那个平小方打个电话 哎 赶紧联系联系 怎么回事 都没等打呢 他在这边车上刚下来 那边平小方就看着他了 下车走啊 带几个姐妹 从那边就过来了 一百二手 哎刘勇 勇哥 哎 平小方见着刘勇很尊重 勇哥 哎 嫂子 哎勇哥你来了 老婆叫你来的 对啊 说有人跟你动手动脚的了 谁啊 啊 在哪呢 你告诉我嘞 我今天帮你出气 啊 嫂子 你妈的不打死他 小方姐这一听 我这几个姐妹受点欺负 我呢 也跟他那个傻生点气 你这么呢 那那个傻 勇哥你就帮我解决这个事 咱们进去吧 刘勇一听 没问题 啊 那走吧 张帆他们跟旁边 啊 还有当时贺君他们一大帮人 跟着刘勇 在这个平小方的后边 平小方跟前还有几个姐妹呢 贺君跟张帆他们一看 哎呦 这女的长得好看 往里边走 边走还边回头呢 这平小方身边的姐妹 都挺好看的 讲话 几个女的上叶总会不干账 不干账 那都365天 难遇那一天 让你碰住了 当这帮人进到里边 保安这一看 突然从外边进了这么多人 就两千年那时候的叶猫子 必须得摸腰 啊 小腰一摸 或者拿那个探测仪 啊 大哥来 哎 检查一下 大哥来 到你前边腰一扫 后边腰一扫 脚那嘎的啪啪一扫 不想证明你身上没有那铁的东西 大哥进吧 进吧 旁边一个保安 你看刚要他妈过来摸勇哥的 旁边啪一嘴 干啥呢 咋的了队长 来人我不是那啥吗 人大哥急 你妈咱老板朋友 勇哥 想摸刘勇啊 你妈的你要不要手呢 当然喝的 谁都敢呢 眼瞅着这勇哥 这不带一大帮人吗 最保安也不敢置声了 勇哥他们一进去 平小方就眼瞅着 当时裴大刚在这喝酒呢 不知道说在哪块 又叫了几个小老妹 哎 搁这巴巴划拳呢 他都没看着说刘勇他们进来 平小方拿手一指 就那个 玩的最欢那个 他打我一嘴巴子 就他 刘勇巴从旁边的经理一百万手 过来来 哎哎哎 勇哥 那个雁峰在这没 啊 峰哥 峰哥没在这今天 那个我嫂子 带我嫂子去办公室 啊 一会我上去 嫂子你先去来 我把这几个人给你整办公室去 不就他吗 有别人没 平小方也说了 说就他就行 就他给我打了 没别人 哎 行 我去跟他聊聊了 在叶猫这个办公室 平小方跟这几个闺蜜 巴往这一坐 其中有个叫郭娜的 就说了 刚才带头那是谁啊 姐 瞅着咋那么有范呢 后边那么多人都是他的啊 社会大哥吗 这不是 咋得有想法啊 咱家那媳妇可老厉害了 啊 我告诉你 你可没戏了 撕整行 别瞎整啊 他跟我老头关系很特殊 不要瞎整 哎呀 我哪心思那些了 净瞎说 我就问问嘛 哎 你看多少对勇哥有点意思 那刘勇穿上西装戴个墨镜 后边跟一帮兄弟 别说刘勇了 咱家老哥哥随便找出个人来 给他这装扮往地八子里去 小姑娘都喜欢 没有不喜欢的 你就长得再恶劣的 他都喜欢 那你看这个时候 咱们不说平小方 咱说刘勇 人已经指明白了 勇哥当时也确认了 就他 勇哥讲话 老牧很少求我办事 哎 我必须得把这个事 给你办明白 但是老牧说了 不要把事搞大 简单教育教育就好 说对面岁数不大 小孩 让小方出口气就行 出口气 我得把人给你整办公室去 打他一顿 嫂子说解气了 那就行 哎 来吧 你看刘勇这一大帮人 呼啦子一下子 就给这帮玩家给围出来 那裴大纲正跟旁边这些小妹 八八玩游戏呢 一抬脑袋 一帮人盯着他看 咋啥意思啊 大纲